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哈喽 大家好 这个十二月的书展 何马奶奶买了好多好多精彩的绘本 各有各的特色 今天何马奶奶要介绍的绘本是 凯凯 你在哪里 这本书是由刘青燕老师所画的 刘青燕老师相信很多人都 知道这个著名的绘本作家 还有呢 画图是由Jason所画的 那么这本书从情绪的角度来看 这本书是有关畏惧往后推缩的故事 你看它的封面 偏布着冷色调 里面的构图带着动弹不安的元素 而且形体落影落线 给你压迫感 似乎在挑战我们的视觉感受 读者在翻读这一本绘本的时候 会不自觉地感到不安起来 是的 这种风格不是让你一见钟情 但并不是表示不好哦 其实画家想要达到某一种果效 构图色彩给你不舒服不安稳的感觉 因为画家想要引导你进入里面的小男孩 凯凯的内心世界 故事其实很简单 这个故事随时都会发生在任何家庭里的故事 画家却用很反常态 以一般不一样的画面来呈现 但有超现实主义 里面有强烈的情趣在感染你 书中描绘是一家三口 这一家三口 其实在我们城市里常常会遇到的 很普遍的现代小家庭 多数的夫妻生了一胎就不生了 都说怕养不起或不知生活品质 因此孩子多而受到影响 所以往往我们会发现是一胎的家庭 亏本中的凯凯 你可以清楚看到 她享有一定的物资条件 因为只有她还有一个孩子 所以万般宠爱在一生 不过有三点值得我们注意 一 凯凯是住在公寓里 她的文字并没有告诉你她住在公寓 但是图画你观察 你会发现她是住在公寓里面 所以她远离大自然 像关在鸟笼里面 第二 她家 在家她是独子 家里没有兄弟姐妹日闹的氛围 第三 爸爸忙工作 甚至有时候工作常常要加班 妈妈也忙持家 很少陪她 所以从以上三点我们来探索 凯凯凯的内心世界 应该是相当寂寞的 而画家她除了用她的图画来描绘凯凯的外在世界 更多的时候是在反映她内心的感受 例如我们来看看第一幅画 我们看到凯凯的一双大脚 你一定会觉得很奇怪 其实这一双大脚是要显入在公寓里面 它的空间很狭小 带给你压迫感 这时候她的爸爸出去了 而且爸爸告诉她不能陪她 所以画家故意用这样的角度 把门画得很小 对凯凯来说 这扇门在她的感性认知中 不是大大的 不是可以自由进出的 是小到她无法挤出去的 这就是画家想要表达的 还有你再仔细看 很奇妙的 怎么会有三条鱼在这个空间里 这就是超现实主义的手法 这三条鱼你可以注意 它们都有一定的距离 其实是暗示着凯凯希望爸爸妈妈陪她玩 可是爸爸妈妈都拒绝了 因为他们蛮隔的 所以这种距离带出一种疏离感 那么我们再翻来看第二幅的空间 师傅处理比第一幅空档许多 可能你以为 这大概是不要表示客厅的空间 那么就不对 刚才我说客厅是窄小的 那个公寓是一个窄小的空间 所以这一个空间其实是表达没有人要和凯凯玩 凯凯心里的那种空虚感 第三幅画也是超现实主义的味道很融 你有没有注意到 明明凯凯是在阳台 可是画家却把它画在鸟笼里面 当然现实生活中它不是在鸟笼 这只是它类型的感受 它觉得它像是在鸟笼里面 没有自由 我们可以看在楼下 这个是公寓 因为对面你看到是高楼大厦 下面是马路 你会看到这些线鸟表示 这个车子走过的那个痕迹 那么在这里 你又同样看到两条鱼怎么会在空间游呢 这是不可能对不对 其实这两条鱼可以代表 它的爸爸妈妈可以自由地进出 台海类型世界 它很羡慕大人拥有的那种自由 就好像你会遇到很多小朋友告诉你 哎呀我要快点长大 我要快点长大 因为他们希望他们拥有大人的那一种自由 哦 第四幅画 你看到这是一个花页 凯凯在小小的客厅 这是个有限的空间 他想要自己制造更大一点空间来玩 所以他把所有的家具把它都推到靠墙 让那个空间变得大一点 所以他自行解决了自己的问题 就在这个 比较大的空间 玩起他的排球啊 所以前面这几幅图画 是很多住在大城市里面 尤其是住在公寓 他们很熟悉的一种感受 家长在陪伴你的孩子 开始读这本汇本的时候 或者你也可以回忆一下 到底你有多久没有带你的孩子 到公寓附近的大草场跑跑跳跳 故事的后半部是有关凯凯 替足球不小心把家里的摆设打破了 那么凯凯他的本能反应就是 退缩 逃避 躲起来 画家把这些情绪 都用超现实的画面表达出来 我们就来看这一幅 这一幅 快快躲起来 是以花叶来表现 你会看到有三分之二是空白的 这似乎是 显露凯凯他犯错不知所措 他的脑海里面一片空白 本能的进一步 我们的诠释就是 我们原罪里那下意识的反应是什么呢 逃避 这个逃避 那么剩下的这三分之一 这个画面 画了重重叠叠的那个楼梯 我们不要误会哦 以为是犯错的凯凯 跑出去他的家门 不可能 他不可以跑出去家门 爸爸妈妈把它关在家里 他不可能到其他的楼层去跑跑跳跳 其实你看这一幅画 看到这些重重叠叠的楼梯的时候 你要注意 画家上色上色的特别的清淡 表示出一种虚的一面 这就是凯凯内心的状态 上上下下 忐忑不安 因为他害怕 所以他想逃避责任的一种景象 所以你要看这幅画的时候 你要想像的是凯凯的内心世界 接下来这幅画 你们一定要好好地观察 最特别 你有没有注意到 画家竟然画了一排挂在阳台的大大的衣物 而把凯凯画得很小 这象征什么呢 象征凯凯 他想把自己隐藏起来的那种心理状态 还有一样 我们要特别注意的 就是右下角这里 画家其实用了一种技巧 英文叫做Metamorphosis Drawing 意思就是把没生命的 画成有生命的 因为你看到这些衣架 来到这里其实你很自然以为是衣架 但是你注意一看 这个衣架竟然变成了什么 一条蛇 很奇怪对不对 而且放在阳台晒太阳的皮鞋 它竟然会露出尖尖的牙齿 和凶凶的目光 奇怪吗 为什么画家这么画呢 啊 画家这样画是有他的意图的 他想要让读者 联想起圣经 诱惑人心的那一条蛇 这条蛇 总会在我们不谨慎的时候 在我们的心理意识里面冒出来 那么我们继续再翻 翻到这一页 哦 你一定会很奇怪 明明凯凯凯是在家里 在阳台 怎么现在他在丛林里面 在隐秘的丛林里面 哎 这就是彻彻底底 超现实主义 全面 都是超现实 因为凯凯不可能在丛林里 那么 画家要把你 带到哪里呢 其实 在这里 你会看到两行字 凯凯 你在哪里 凯凯 你在哪里 在空中回旋 一次一次的回音 画家尝试把我们带到创世纪 亚当夏娃犯罪后 害怕荒装 想逃避上帝而躲在苏林里的那一刻 因为那时候上帝呼唤他们 你在哪里 亚当夏娃犯罪后 他们的本能不是马上回转 他们不是马上向上帝认罪悔改 而是在他们的原罪里面 他们所采取的是错上加错 想远离上帝 躲起来逃避责任 妈妈叫凯凯你在哪里 是关心凯凯的安危 上帝叫你在哪里 也是关心亚当夏娃的安危 因为上帝很清楚 被造的人一旦离开造他们的上帝 就会开始败坏堕落 妈妈要凯凯学习面对错误 负起责任 是要锻炼凯凯 有一颗刚强壮胆的心 不畏惧失败做错事 马上要纠正错误 训练他有这样的心智 纠正错误的心智 所以 所以与其战战斗斗跪下 逃避躲藏 不如堂堂正正的站起来 认错悔改 所以凯凯在哪里 这一本书是所有的家庭爸爸妈妈 随时你都会派上用场的好绘本 果效是显而易见的 何马奶奶好喜欢这本绘本啊 越看越喜欢 因为这本绘本在讲述我小时候的兴趣 我小时候很害怕讲话 只喜欢画画 所以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画画 看看他的书名 一起画墙壁 用艺术改变社区 作者是伊萨贝尔·堪博 他是一位美国人 而画家呢 是出生在墨西哥的拉菲尔·罗佩斯 这是一本有关喜悦 向前迈进的故事 你看看封面 以卵色调为主 如果你家的小孩喜欢画画 我觉得这本绘本不但能够投起所好 马上能够引起它的功名 另一方面还让他明白 最大的喜悦是什么 那就是把自己的兴趣和才艺 提升到具备更高的意义和价值 推广教育 感化人心 造富社区 我们来看看绘本的封面 封底 还有前后环称 匪业都是很值得 我们和孩子好好观察 欣赏的 看看 这封面的女孩 米拉 她那个清澈的脸口 你看到了吗 充满信心 希望 希望 朝气 正直 和气魄 她的头上冒出了什么 是她想象中的一个美丽的城市 这个美丽的城市在绿叶 鲜花 蝴蝶的氛围里 欣欣向荣 这是多么令人羡慕的一个城市 然后我们再打开这个风底一看 似乎告诉我们 小女孩 其实她住在一个暗淡无光的城市 我们马上 又和小女孩 米拉头上的 这冒出的美丽城市相比较 我们再仔细看 哦 米拉手中的画笔 我们就马上得到这样的信息 小女孩打算使用自己的美俗天分 来画 辅袖为神奇 把老旧的城市 换栏一新 前环秤 我们看到 这社区 处处都是灰暗的城市 但是你们有注意到吗 左边 有一栋小房子的一扇窗 闪烁着快乐亮丽的颜色 甚至连窗外 那一棵树似乎也被感染了 不过 当你 由三刀 后环秤的时候 哎 这个社区的建筑物不同了 马上穿上了新装 光鲜美丽 前环秤 的灰暗 和后环秤的量力 一前一后 变化很大 这使我想起 提摩泰前书四章十二节 那一段话 不要让任何人 小看你年轻 反要在言语 行为 爱心 信仰 纯洁的世上 做信徒的反映 对啊 我们不可以小看 这个小女孩 米拉 不要小看她年纪小 她的语言 她的言语 她的行为 爱心 似乎都能通过她的图画 在人心里发酵 前环秤 这一扇窗 我们要注意啊 充满快乐色彩的窗 代表 代表小女孩 爱和盼望的出口处 她把快乐和满足 都用图画表达出来 她也盼望通过她的图画 把快乐带给其他的人 甚至带给市区的每一个角落 后环秤呢 我们再来看看后环秤 后环秤透露了什么 后环秤透露了米拉 这个小小人物 却有着大大梦想 而且最后美梦成真 当然 小女孩也需要遇到 理解她 记忆她 并且帮助她的波乐 这个波乐是谁呢 等一下我会谈到她的 我们再来看看肥叶 肥叶里 这一只巨大的攀藤植物 是把这整幅化组织起来的 一个主要的元素 所以这攀藤植物非常重要 它象征美丽和爱心 在这个社区的每一个角落 攀爬生长 小孩呢 小女孩就跑在这一个植物上面 快步奔跑 高举画笔 这是多么积极正面的一个形象 我们被这股朝气勃勃所吸 所以每一次我们读绘本的时候 我们不需要急着先讲故事 封面 封底 前环称 后环称 还有肥叶 都是值得我们先 慢慢地去观察 欣赏 感受 联想 和想象的 故事刚开始 我们就看到小女孩米拉 将她画得一幅幅 鲜丽 明媚的小小图画 送给她想要关心的人 哎哟 你们仔细看看这些人 似乎都不太开心 为什么我会这样说呢 你看看她的衣服吧 她们都穿着灰暗的衣服 这些衣服都象征着 她们的内心世界 不过 尽管小女孩米拉 把画有微笑太阳的画纸 贴在空荡荡的墙壁上 她希望把这个灰沉沉的社区 带来一点点的生气 当然 并不多 因为小女孩 所画的图画毕竟很小 墙壁又很大 不过小女孩的努力 终于被人发现了 那是一位高大开朗的男生 她是一名艺术家 她也是一名壁画家 是这位艺术家 她启发了米拉 米拉因此明白了 画画的空间 不仅限于一张小小的纸上 其实可以扩展到一大片墙壁 甚至整个社区的所有的墙壁 我们看到米拉大逼挥舞的这一幅画 我们的心情 也好像张开了翅膀一样地飞翔起来 故事的后半部 我们看到米拉和艺术家 他们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更多的居民感兴趣而加入了这个越来越壮观的画画行列里 整个社区的氛围越来越温馨愉悦 大家同心协力加入美化社区的活动当中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内容有提到小女孩的名字 小女孩 你们还记得她的名字吗 对了 米拉 而且书中还提到住在这个社区其他人的名字 例如亨利先生、罗佩斯小姐、萨斯先生等等 但是这一位就是刚才我讲的 那富有影响力的艺术家 改变米拉思维的艺术家 作者很奇怪 作者没有提到她的名字 为什么作者不提她的名字呢 总是以艺术家、壁画家来称呼她 好 我就和大家来读读这一段话吧 米拉和艺术家给出更多的笔 色彩扩散到整条街 欢乐也是 不管米拉和艺术家往那边走 图案就像风筝的线条跟着出现 他们画完墙壁之后 也画了公共电箱和长椅子 他们为人行到天上 丝意和光辉 每个人都在跳舞 你读到如此优美的文字 你的感动是不是油然而生呢 作者在故事里 故意不提艺术家的名字 其实要表达这个艺术家 他不是追求个人的名称立就 他也不是一个孤方自赏的艺术家 他更在乎的是如何把画画的快乐和意义 传承发扬光大 就像在书中他告诉大家的 他说什么呢 你们我的朋友全都是艺术家 全世界就是你们的画布 我相信这一句话 也会深深地刻印在小女孩米拉的心里 当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 充满了真善美 全世界这一块大大的画布 也会充满美丽明媚的颜色 相信大家都知道 生命教育里面的四个面向 天、人、物、我 在这本书里面就有讲到这三个面向 我、人和物 在这本绘本一起画墙壁 用艺术改变社区里面 你会看到我、人、物 在这里有一个相当完整具体的描述 那么你会问 天、那信仰的部分呢 其实如果我们只让孩子背诵 这样的经验 这样的经验 用和平彼此联络 社区的画壁画的活动 大家一起画壁画 用信仰做基础 用艺术做衣装 社区肯定摇身一变 美不胜收 那么孩子对这一段经文 用和平彼此联络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 和额为益的心 他们的体验就会深刻许多 那么 我接下来要让大家 看看这些壁画 是你熟悉的吗? 是你曾经看过的吗? 希望大家都和我一样 喜欢这一本 《一起画墙壁》 用艺术改变社区 也希望我以上的分享 可以带给你们快乐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